今天是8月15中秋节 两岸民众薄饼烤肉赏花灯 共庆团圆佳节 台风繁亚比过后 高雄发生严重水患 市府团队救灾不力引爆民怨 市长陈菊推卸责任 称台当局要负主要责任 反正 事实都发生了 将来有充分的时间来检讨 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救灾 台湾两名记者在印度造枪击 开枪凶险一人落网 设置组三人先行返台 台海资讯全言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晚上有我在福州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 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 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赫南你好 韩哲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赫南 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祝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新闻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 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大家 中秋快乐 和家团圆 既然是中秋节 这两岸的民众 在这个时候 一定都不会忘了要赏月的 今年的中秋节 除了高挂在天空的角节明月 在上海世博园的台湾馆里 还有一轮圆月 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 下面就随我们记者的镜头 带您赶快来欣赏一下 台湾馆采用孔明灯的造型 其内部这颗 号称全世界最大的LED悬吊式灯球 通过上面100万颗LED灯泡的光影变化 展现月亮忽明忽暗的娇媚柔情 不时美丽的嫦娥同空而起 泥上飘逸 美不胜收 天上地上两个月亮 非常好 对啊 就是不管从馆内馆外 都可以看得到 从一个月亮 让大家一起来外面赏月 赏我们的这个台湾馆的大月亮 还有希望当天天气也好天气 赏天上的月亮 大家一起来共度佳节 除了精彩的外部展示 台湾馆城市广场的国乐演出 也为中秋特别策划了一场 乐之族曲表演 通过传统古针 阳琴与夕阳横迪的配合 加上现代化的编曲 将筷子人口的华语金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以及夕阳经典老歌 月亮和完美演绎 中秋节当天参观台湾馆的游客 还可以盖中秋限量版纪念章 而纪念章的图案也独具降薪 采用了右键中秋和月圆人团圆的吉祥元素 在闽南地区中秋节可以说是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了 每到中秋月圆之夜 厦门的大街小巷便会传出一阵阵 骰子击打青瓷碗的声音 这就是市民们在热闹的薄饼 不管是男女老少 大家齐上阵 为的就是要薄出一个好彩头 骰子击打青瓷的清脆声 薄饼中奖的欢笑声 共同演奏出薄饼狂欢曲 中秋薄饼讲究的就是一个开心 是薄一个好兆头 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 薄种状元的人一年中运气总是会特别好 这当然是因为薄饼活动里 倾注了人们的感情寄托 所以闽南人总是对中秋节格外重视 甚至有大中秋小春节的说法 所以中秋前后 在厦门随处可见薄饼的热闹场面 就不足为奇了 中秋节嘛是不是 蛮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热闹聚在一起 大家欢乐一下 感到很好玩呢 这是我们闽南的厦门的一个特色吧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样一个薄饼活动 弄成一个这个社区基云的一个狂欢节 我身后就是热闹欢腾的薄饼现场 如今薄饼不但家庭友 同学朋友同事之间也都利用中秋节薄撞圆饼 每个人在中秋节前后会参加非常多次的薄饼活动 薄饼的乐趣不在乎于礼品的大小 人们看重的是围在一起薄弈的乐趣 薄饼作为一种独特的中秋民族文化 是闽南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 薄饼薄的不仅是饼 薄的更是彩头 是希望 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现在人们都将各式各样日常生活用品作为奖品 来代替当年的惠饼 2008年 中秋薄饼民俗还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我们的记者专门考证过薄饼的来历 相传当年郑成功屯兵厦门岛 每到农历8月15号月圆之时 将士们难免都会思念家乡 思念家乡的亲人 郑成功的部将为了宽视士兵的酬绪 鼓舞士气 就巧妙的设计出了中秋会饼 让全体的将士们在凉爽的中秋夜里快乐的薄饼 之后薄饼这样就一年一年的传下来了 如今随着两岸民众往来的深入 薄饼又被推广到了金门 甚至是台湾本岛 薄饼这项发源于闽南的民俗活动 已经成为了台湾民众过中秋的一项新的选择 六个骰子丢进大瓷碗 当秀才还是当状元 可就都凭自己的手气了 习惯了烤肉吃月饼过中秋的台湾民众 今晚对闽南薄饼可是一见钟情 还蛮有趣的 对 很新奇 没有玩过这个 在跟大家一起同乐 对对对 增进更多大家的友谊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 感情交流都有 何况现在是说两岸的交流 这个活动应该多棒一点 除了薄饼 在圆圆的月亮下 台北市民也聚在一起烤肉 摆炭 点火 煽风 翻肉 一系列动作下来 终于大功告成 开支之前 先给自己喝个菜 为什么你喜欢来烤肉 热闹啊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努力的乐趣 牛肉 羊肉 鸡肉 蘑菇 青椒 黄瓜 各式各样的小菜 摆上烤炉 真是让人食指大动 而香肠是所有食材中 最受欢迎的一样 据统计 今年台湾的香肠销售 预计达到300万条 全部串起来 相当于590座台北101的高度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在这个中华民族的 共同节日里 两岸民众望着 同样的皎洁明月 享受着同样的喜悦 而对香港市民来说 过中秋节 必不可少的一个活动 就是逛灯节 中秋节晚上 一家大小共进晚餐后 邀上几个好友 或到市区赏花灯 或者去海边 观明月 共同感受 亲情 有情的温馨和快乐 中秋节 这个月圆 人团圆的好日子 香港人 一家大小 开开心心 共进晚餐后 练会 再邀几个好友 去赏花灯 整家人一起吃 好开心的 中秋节是上月 望月光 有看灯 灯色 一家大小 就是聚在一起 今年中秋 在香港 铜锣湾围围园 大浦海滨公园 七一公园 七九龙 海滨长廊 商场等 十几处地方 都有不同主题的 彩灯展示 如在香港文化中心 露天广场展出的 岁月狂想曲 彩灯展览 以香港六十年代 至今的生活变迁 为主题 把站岗的交通警察 工厂妹 飞机缆 等经典 一一重现眼前 让老一代香港人 看了很有感触 好的 各位 那接下来我们带您 进入今日链接 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湾媒体的 相关报道 很难 好的 韩哲 那么今天首先 我们要带大家 来关注两条 关于中秋节的消息 那么在昨天晚上 也就是中秋节的前夜 是碰巧就遇到了 这样47年来 最大的一次木星冲 那么所谓木星冲 就是地球离木星最近的时候 同时是地球 太阳木星 三者共在一线的时候 那么其实这个情况 在每年都会有 只不过说 要像昨天晚上那样 肉眼就可以观测到 就比较少了 那么也正因为 这样一个情况 有许多的民众 是带着全家大小 共同来到了天文馆 透过天文望远镜 来观测木星 好的 我们再来看 另一条 关于中秋节的消息 那么今天岛内媒体 是透露了 这样一份调查报告 那么今年岛内 是有85%的企业 会选择在中秋节 送出中秋礼品 那么平均每家企业 是要送出78份的 中秋礼品 那么在上班族中 收到的中秋礼品的前三名 分别是月饼 文旦柚 也就是柚子 以及现金礼券 那么至于最想收到的 则是月饼食品礼 和养生保健产品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 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让我们很感动 是在中国时报上 标题叫做 大爱陈老师 一人养大 十六 弱势儿 来自嘉义的陈老师 长期以来都有着 收养弱势青少年 以及孩子 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他是先后收养了 大约超过四十位的孩子 那么这些孩子 现在最小的才五岁 而大的 已经走向社会 并且成家立业了 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大家庭之中的亲情 是比亲生的兄弟姐妹 还要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由衷地祝愿 希望陈老师今后的爱心之路 能够越走越长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台湾媒体的一些报道和关注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贺南 带我们一起来关注了 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相关报道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新闻 受台风凡亚比影响 台湾农业损失超过33亿新台币 大陆台商捐款1000万新台币震灾 台风凡亚比过后 高雄发生严重损患 市府团队救灾不力引爆民怨 市长陈菊谢泽 称台当局要顾主要责任 反正事实都发生了 将来有充分的时间来检讨 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救灾 马当局以救灾为重 挡下陈局的炮火 救灾议题为何引爆台当局 与地方官的战火 本栏目台北眼博士专访 时事评论员曲兆祥强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好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当局农委会统计 受台风凡亚比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 截至21号岛内的农业损失 已经累计超过了33亿新台币 其中农作物损失最为严重 预估损失金额达到21亿7651万元 农作物被害面积超过了33000公顷 看到台湾南部地区因凡亚比台风袭击 灾情严重 国民党五都选举大陆台商后援总会宣布 捐款新台币1000万元给国民党 作为台风赈灾专款 为灾后重建尽一份力 台风凡亚比已经过去了 但是高雄县市仍然饱受水患之苦 各方指责高雄市长陈菊 救灾不利的声浪也是在持续的高涨 不过陈菊不仅没有及时的虚心检讨 反而是炮轰台当局 声称治水的部分几乎八成 台当局都要负责 强台风凡亚比重创台湾南部 22号上午 陈菊陪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视察淹水严重的高雄市区时 遭到民众呛瞎 突然遭到民众呛瞎 陈菊相当尴尬 中秋节当天 马英九也南下勘灾 但他只在高雄县和屏东县 独漏高雄市 陈菊这番抱怨 没机会当面说给马英九听 治水的部分 几乎是八成 由中央要负责 那地方政府 所以不要骂错了 这几天 陈菊被批救灾不利 民怨高涨 揪责声浪排山倒海而来 陈菊终于忍不住进行反击 把矛头指向台当局 却被马英九四两拨千斤回避开来 反正事实都发生了 将来有充分的时间来检讨 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救灾 治水 当然是中央地方都有责任 那我想我不要互相推诿 同为南部地方父母官 杨秋星一面跟台当局要治水预算 一面按批开炮的陈菊 推诿责任 站在市长的立场 我只有道歉 我只有再三的表达我的歉意 这是我的责任 那我这个部分 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推陷 高雄地区大烟水 有台湾爆料天王支撑的 国民党籍民代秋毅认为 这不是单纯的天灾 而更多的是人祸 因为高雄市长陈菊 将三分之二的治水预算 挪用来大搞政绩宣传 举办大型的活动 造成高雄市环保局 今年度的清淤预算 只剩下427万新台币 连一辆悉尼车都买不起呢 环保局的整个沟渠 下水道的清淤的预算 少了1200万 只剩下427万 427万有多少 秋毅高分费指引 环保局今年剩下427万的清淤费 连一辆悉尼车都买不起 这和台北市政府一年 在地下香含测钩的工程上 编列9000多万的预算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而在资金短小的情况之下 市长陈菊 还下令从各局处 挪用将近3000万 这是包括放烟火在内的 让高雄更好专案 秋毅痛批 这是牺牲工程费用 打造一名五星级的高雄市长 买电子媒体 买平面媒体 买平面外 那个户外的广告 下面要马上带您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我们一起来听听台湾的嘉宾 对此都有怎样的分析 河南时间交给您 好的韩哲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博厅的嘉宾 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 曲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 陈菊现在高雄淹大水 陈菊跳出来认为说 这一次淹水的主要责任 有八成在台当局 那么曲教授您怎样看 这是陈菊在推托责任吗 是我想当然了 因为他现在正在选举 所以这个话一听就知道 是在推托责任 一个选举的考量 必然是一个选举的考量 因为从几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政治考量 第一个所谓的八成 它的这个论据是什么 我们很客观的说 应该是说 中央跟地方都有责任 那国民党执政才两年多 那过去在国民党之前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而这一次的水灾 是号称四十多年来 最大的一次高雄市 本身的水灾 就是往上追究的话 双方都有责任 都要负责任 应该可以这样讲 双方都有责任 所以说陈菊一开口 就咬定了中央有八成的责任 那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推责任的现象 对高雄市的市民来讲 我不管你中央是八成 还是地方是八成 重要的是 我们碰到这么大的水灾的时候 我怎么样少受点灾害 这才是最实在的 那好 我们知道 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 邱毅日前是表示 陈菊挪用了70%的 清淤费用做宣传 那么甚至还提出 陈菊在今年的清淤的预算 只有400多万新台币 但是他却花了3000多万新台币 去做一个 让高雄更好了 这样一个口号的宣传 那么您认为您怎样看待 这一个挪用的事情 我想这个邱委员的 这一个指控 其实是蛮严重的 如果能够被证实为事实的话 那我看陈菊 今年年底几乎是不要选 几乎是不要选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这个是挪用预算 第一个就已经 本身已经违反了预算法 第二个 他把这么重要的预算的 建设费用 用到了 不管是市府的 宣传的这些比较 不是那么重要的支用项目里面去 宣传只是表面的 这样的防灾 才是民众最关键的 尤其是防灾的重要的工程的建设 如果真的是把工程款挪走了 如果这个是 求医求委员所指责的 这些现象是事实 我会建议他 如果真的有这种现象 陈市长不要选了 那好 那我们看到 这一次媒体上面 舆论上面都在说 陈菊只会做这个表面的工作 让高雄市看起来更漂亮 但是这些地下的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工程 陈菊都是疏忽的 是 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真的只是做表面工作的话 那其实不只是陈菊这一任 因为高雄是从1998年开始 就是六云在执政 然后谢长田没有完成的任务 他又是民进党籍的 陈其曼先生 他去代理的这个市长 然后后面才是陈菊 陈市长做了四年 所以加在一起 至少有已经超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高雄市的发展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碰到这么 这样这次的水灾 结果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那样子的一个指控 就是他只是这个金玉其表 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语言来形容的话 金玉其表 败蓄其中 那么好 这场高雄大水 到底在今后会有怎样的延烧 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还有待关注 那么感谢屈教授今天的精辟分析 谢谢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屈赵祥先生在台北演播室 为我们做出的点评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关注海峡新干线 新海革命将满一百周年 中山舰出水文物 首度在海展出 台湾两名记者在印度刀枪击开枪凶险 一人落网 设置几三人先行反台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登上 好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湾TVBS电视台时尚玩家设置组日前 在印度拍摄外景时遭到了恐怖分子枪击 两人受伤 其中伤势较轻的摄影记者谷泽维 以及主持人莎莎等三人 已经在中秋节当天平安繁地台湾 与家人团聚 结束在印度三天的惊魂祭 部分设置组成员 21号晚上先行搭机离开印度 回想起枪击一幕还是惊魂未定 一踏到地的时候就听到很大一声爆炸声 然后我往左边一看 然后就是看到一群烟 然后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枪 然后那时候枪就是这样拿着 好像卡蛋 他就是在弄 然后我刚好就跟他面对面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吓到了 就愣在那边 而另一名工作人员柯强 子弹直接射穿起右腹部 上车后整个人完全陷入昏迷 我就一直握着强哥的手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话 因为我不希望他 忽然眼睛闭上没有意识 我要他一直清醒着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话 然后就 大概只有15分钟的车程 但我们全部人都觉得 好像过了一个钟头一样 22号上午 时尚玩家工作人员抵达台湾 第一站先回到电视台 同事和亲友大排长龙 迎接他们平安回家 莎莎的妈妈还捧着 亲手煮的猪脚面线 为女儿吃 一直在屏幕前保持坚强的莎莎 忍不住边吃边掉下眼泪 这个猪脚面线上面摆脆 这个设置组经常在世界各地出外景 没想到此次硬毒之行 竟然成为歹徒随机杀人的剑靶 据报道 一名开箱嫌犯已经落网 而伤势较重的柯强 在当地接受治疗后 已没有生命危险 接下来会和其他工作人员陆续返台 更多新闻 我们带您来看一座简讯 距离孙中山武昌起义 明年就要满100年了 为了纪念新海百年 湖北省政府从今天开始 在台北举办相关活动 还展示了从中山军舰上 打捞出来的相关文物 让当年舰上的老兵看了格外动容 就想当年他海军军官需要毕业以后 他根据海军的制度 他要做舰系官 他就派了中山军舰干舰系官 就那么巧 中山舰被日本人轰炸 他正在船上 现在是剩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他 一个他的同学 除了文物展出 湖北省在台北举行的文化周活动 还包括杂技演出等多项内容 台监察部门调查发现 台当局每年编列400多一新台币 捐助的70多家财团法人里 负责人多数坐领高薪数百万新台币 不少人年薪超过台行政机构部门负责人 甚至两人薪资比马银九还高 令人无奈的是台监察部门早在2004年就已经对此提出过纠正 历经蓝绿政党轮替肥猫坐领高薪的局面却没有改变 现在又提一次纠正 不知道结果会有多大变化 王永庆二房子女王文阳王雪红 最近常常进出医院的家户病房 因为他们高龄80多岁的母亲杨娇一度病危 上个月王雪红带着妈妈到上海日本韩国等地游玩 没想到杨娇因为肠胃感染一度昏迷 王家立刻派专机将杨娇接回台湾治疗 病危过程中二房子孙全部赶到长庚医院探视 还好抢救及时杨娇目前已脱离险境 好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你在台北还有其他的资讯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的吗 好的安哲 那么2010年大陆台商中秋节座谈联谊活动 将会在明后天在台湾的嘉义举行 那么今年活动的主题会是投资台湾创新升级 那么预计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将会针对台商回台投资等议题进行讨论 那么说到来台投资近来就有27家的外资企业 选择在台北签署下了投资台湾意向书 那么预计这27家企业来台投资的金额将超过1000亿新台币 同时也将会创造100个的就业机会 那么不论是台商回台投资以及外资来台投资 我们都希望这些投资能够成为台湾经济再度腾飞的助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安哲 好的谢谢贺南今天带给我们的各种资讯和报道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先进段广告 好了各位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祝您中秋愉快再会